大家好 歡迎來到看風雲節目 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專家稱讚臺灣是地震防禦與救災的成功典範 蔡英文坐陣救災 兩岸對比也熱議 中共當局下令 嚴防清明悼念李克強 傳安徽 盧陽近300萬人獻花 美國科技奇才馬斯克語出驚人 烏克蘭的前線有崩潰的風險 4月3日 臺灣東海岸花蓮縣發生7.2級地震 是25年以來最強的地震 至今造成10人遇難 1,011人受傷 死傷人數和損失都相對較低 外界讚譽 臺灣是應對災害的成功典範 地震發生在3日上午8天 花蓮好幾棟大樓受損 專家稱 這次地震釋放的能量相當於32顆原子彈的威力 當時是早晨 交通最繁忙的時段 但沒有造成混亂 地震發生幾分鐘後 家長又繼續帶著小孩上學 上班族照樣開車上班 在地震發生後的兩個小時內 政府在附近的一所學校 安排了一個緊急避難所 可以容納130多名居民過夜 和1999年的921地震相比 這次災情比較輕 921地震是指 1999年9月21日 臺灣發生7.3級地震 造成2400多人死亡 11000人受重傷 51700多棟樓倒塌 臺灣大學地質系教授陳文山 告訴希望之聲 這次花蓮地震 災情較輕 主要是因為 鎮央是在東部與花蓮外海 離都會區比較遠 災情就沒有那麼嚴重 他說 921地震因為是在台中市父親 那個人口密度很高 有很多建築物 所以它的災情當然會非常嚴重 主要的差別在這邊 分析認為 除了陳教授所說的上面這個原因之外 還跟臺灣政府提高了建築規範有關 921大地震後 臺灣修改了建築法規 提高了建築物的耐震安全標準 按照規定 2000年以後 部分建築物可承受6級地震 臺灣把9月21日定為全臺防災演習日 在這一天 所有人的首期都會接收到地震 海嘯等災害的模擬預警信息 所有的學校都進行避難演習 美國密蘇里科技大學地震專家高尚行指出 臺灣針對地震的準備工作是全球頂尖之列 它歸功於三項措施 臺灣實施了嚴格的建築規範 有世界一流的地震網絡 以及對地震安全進行了廣泛的民眾教育 地震發生後 很多與地震有關的視頻和圖片在中國網絡上流傳 其中 花蓮宣源路八層樓高天王星大樓清斜美島的畫面 引發中國網友的熱議 看慣中國豆腐渣工程的網友紛紛盛讚臺灣的建築質量好 有網友說 這就說明臺灣的建築行業真有良心 沒有偷工減料 真正按抗震標準施工 汶川八級地震都成廢墟了 前兩天 中國江西南昌因為刮大風 很多高樓的窗戶被吹壞 甚至 有人在家中被吹下高樓死亡 有網友說 不敢想像 如果這場地震發生在大陸 結果會如何 地震發生後 蔡英文總統坐鎮災害應變中心 要求各單位持續密切掌握各地狀況 為民眾提供必要協助 副總統賴清德奔赴花蓮天王經大樓勘察震災 有網友在X平臺上發帖說 中國發生天災人禍的時候 領導層基本上全體失蹤 根本沒人管 人民自生自滅 更可笑的是 大洪水爆發那天 習近平跑到西藏去欣賞高原風景去了 2021年7月 河南省發生嚴重水災 習近平沒去災區 而是去了西藏拉薩視察 去年7月底 河北桌州因官方洩洪 大面積被淹 災民傾家蕩產 無家可歸 儘管洪水滔天 中共七常北無一人現身災區 官方消息顯示 當時中共高層都在北戴河開會 4月4日是清明節 很多民眾前往前總理李克強的故居獻花 在X平臺有網友爆料 合肥紅星路的李克強故區周邊出現了大量警察 便衣等 嚴防民眾獻花悼念 獨立時評人蔡聖坤指出 李克強政治上毫無見術 經濟上狼狽不堪 人們紀念他 實際上是在紀念一個失去的時代 也藉此表達對現實政治的不滿 去年10月 李克強突然死於所謂的心臟病 中國各地民眾自發舉行悼念活動 尤其是在李克強的故鄉安徽 當時 在蘇州汴河大橋上出現大量民眾獻花 清明節到了 近日在蘇州汴河大橋上 每隔10米設置一名警察站崗 防止市民悼念李克強 在河南鄭州的千禧廣場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 但是 民意還是擋不住 4月4日 蔡聖坤在X平臺發帖說 合肥清明悼念李克強 兩天不到 合肥盧陽區洪星路來了近300萬人獻花 合肥出租車司機 只要聽說顧客要去洪星路都免費再客 所有花店老闆以成本價提供白玫瑰和菌花 超售老闆把礦泉水盛香搬到路邊 路人自缺掃碼拿水 有在合肥的好幾個年輕朋友 利用下班時間去地鐵站做引導志願者 合肥人用最大的誠意向這位同鄉獻上了全城父老鄉親最高的敬意 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自發公寄活動 同時 各地的大學都接到上級密令 要求嚴密監視在校學生 不得搞任何紀念活動 評論人士陳破空表示 全國各地特別是高等院校突然接到通知 要求大學生 在清明節不得悼念李克強 大學輔導員紛紛口頭傳達通知 說得很直白 很明確 學生黨員 學生幹部都被調動起來 要他們暗中監視其他同學的一己欲動 如果發現誰有什麼思想異動 或者有什麼行動 就要馬上報告 蔡振昆評論道 李克強作為共青團系標誌性人物 本身就具有某種悲劇色彩 十年總理當的極為窝囊 人們紀念李克強 是在紀念一個失去的時代 也藉此表達對現實政治的不滿 中共官場上一直有洗禮不合之說 其實 從資歷上來講 李克強和習近平在早年上位時可以說是勢均力敵 李克強是胡錦濤團派所推出的繼承人 江澤民 曾慶紅則挑選了看上去很低調 更好控制的習近平 所以 基本上他們可以說 在政治地位上是對等的 只不過後來習近平勝出 而李克強做了總理 當了二把手 雖然習近平坐上龍椅 登上大位 但他對李克強卻滿心妒忌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李克強學歷比他高 習近平只有小學畢業 文革一來 就去陝西梁家河插隊 1975年獲推薦作為工農兵學員 進了清華化工器 混了個大學文憑 1998年 習在福建當省長時 又到清華人文學院思政專業混了個博士學位 曾任毛澤東秘書的李瑞 在2018年曾對媒體直言不會地說 我沒想到習近平的文化程度這麼低 而李克強是1997年中國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 先後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和經濟學院經濟學專業 不過 在習近平掌權時期 李克強經濟學並未發揮太大作用 因為他雖然幹了10年總理 但真正擁有總理權力的時間不過才8個月 2013年3月 李克強上任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11月成立 習近平親自兼任組長 國務院的權力被高度分化 李克強被邊緣化 蔡振坤評價說 從李克強身上還能感覺到人性的餘溫 李克強不多的淳朴言論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 國家是人民組成的 人民好國家才能好等 這樣一個悲情總理收穫了民心 他的意外離世博得世人同情 民間的悼念是自發的 近日 伊萬富翁埃隆·馬斯克發出驚人的警報 他認為 目前的俄烏戰爭形勢對於缺乏防禦能力的烏克蘭來說 是一場悲慘的生命浪費 戰爭持續的時間越長 俄羅斯將佔領烏克蘭的領土就越多 烏克蘭高級軍官也表示 前線戰事嚴峻 俄羅斯方面無論決定在哪裡集中進攻烏克蘭的防線都可能會成功 自俄烏開戰以來 美國國會已經批准向烏克蘭提供了超過1,12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去年10月 拜登政府請求再為烏克蘭在2024年提供614億美元軍援 這比600多億美元的軍援計畫在國會受到共和黨人的質疑 遲遲沒能通過 西方民眾儘管仍然支持烏克蘭抵禦俄羅斯的侵略 但是熱情已經減弱 尤其對像無底洞一樣的巨額的免費軍援越來越感到不滿 馬斯克也反對 再給烏克蘭新增巨額軍援 上週六 馬斯克在他的X平臺上發帖說 在烏克蘭缺乏裝甲和空中優勢的情況下 去攻擊一支擁有縱深防禦 有雷驅和更強火炮的俄羅斯大軍 這對烏克蘭來說 是一場悲慘的生命浪費 對於戰爭前景 馬斯克預測說 俄羅斯不可能奪取整個烏克蘭 但是俄羅斯肯定會獲得比現在更多的土地 澤連斯基在做外交努力 他告訴國際社會 烏克蘭軍隊迫切需要軍援 過去幾個月來 他們一直缺乏足夠的彈藥和武器裝備補給 從155毫米炮彈 到愛國者防空系統和無人機 分析認為 即使美國國會能夠儘快批准那600億美元的軍援計劃 也不能滿足烏克蘭的需求 因為還有個彈藥生產的產量問題 歐洲政治試圖幫助烏克蘭獲得炮彈 一項由捷克主導的彈藥採購計劃 可能會使烏克蘭獲得150萬發彈藥 成本為33億美元 但這仍然低於烏克蘭的需求 烏克蘭軍官們強調 他們還需要更多 更多的兵力 因為目前在前線沒有足夠的戰鬥人員 4月3日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簽署法案 將烏克蘭男子徵召入虎年齡 從27歲降低至25歲 烏克蘭目前禁止60歲以下的男性出國 許多烏克蘭男子透過躲在家裡 或試圖通過賄賂來逃避兵役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 請記得點讚 訂閱 留言 並分享給您的朋友 試試變換 笑看風雲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請記得在這 video 想請點讚 分享給您的小月 請記得訂閱 分享給您的小月 請記得按讚 分享給您的小月 吧 次請 Vik娘 分享給您的小月 請問您的小月